来 给你做了碗汤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吊秤汤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听说遇到喜欢的人之后 做的饭都会是他爱吃的味道 海带汤怎么能没有豆腐呢 黑胡椒是关键 这个配方味道有点像酸辣汤 这一口下去重新暖到味还不会胖哦 快坐给你来点吃吧 腌一晚上可入味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韩式酱鸡蛋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流星蛋只要煮五分钟就好了 但是要记得用五菌蛋哦 我觉得给喜欢的人做的饭菜里 总会多一股温度的味道 需要的配菜都打在屏幕上了 我的这个配料稍微会有一点点辣 如果不喜欢的可以不用加辣椒 酱汁没过鸡蛋撒上白芝麻 放进冰箱腌制以往上 炒下方的韩式酱鸡蛋就完成了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大虾肥牛吃多了来点清淡的 等水沸腾了再加入食材 调味里最关键的就是最少黑胡椒 淋入蛋液 炒好的鸡胸肉简单调味 用菜叶来包鸡胸肉就算吃到撑也不会胖 水开蒸15分钟 不爱吃香菜的可以不用加 搭配着灵魂蘸料味道真的非常好 最关键的随便这么吃都不会胖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这道菜可是一个粉丝点的哦 猪肉选那种肥瘦香鲜的 加入屏幕上调料搅拌成肉泥 装进裱花袋里把面筋填满肉馅 大料先下锅炒香 再加入生抽老抽清水 需要焖一火吸煮汤汁 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普通泥沙拉 蔬菜粒 黑胡椒 海盐 刮成山的形状 焖好的圆面筋撒上芝麻葱花 这一口下去软热又劲道 洗满酱汁的外皮会保持汁水的那种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能打败麻辣烫的就只有麻辣瓣 那能打败麻辣瓣的呢 麻辣瓣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什么加什么 唯一的关键就是这个调料 芝麻酱一定要多加一点 洗油切成像我们这样的厚片 加点红茶和果糖一起煮开 满杯冰块打底 足散的果肉可是灵魂哦 宽粉上裹满了浓郁厚重的酱汁 一口接着一口完全停不下来 再来一杯喝着倒火肉的柚子红茶 我可真的是一口都不想放过 你要不要也来一点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啤酒鱼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料酒用来去腥 蚝油和生抽可以提鲜 抓匀腌制20分钟 锅里下入香料洋葱大葱 还有配菜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 最后把鱼肉铺上去 我喜欢用啤酒来蒙鱼 这样子不会有腥味 盖上盖子焖20分钟 鲜嫩入味的啤酒鱼就做好了 快做给娘儿的人吃吧 不知不觉已经到年底了 聚会也越来越多 今天教你们一道绝对拿得出手的 快让你的男朋友写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沿着好的八鲨鱼裹上炸衣 有温八成热就可以下锅了 杂子表面酥脆两面金黄 听听这声音就知道多好吃了 淋上沙拉酱 没有骨头外酥里嫩 小孩饶人肯定都会很喜欢 快点学起来做给娘儿的人吃吧 这几天又刷到了一种虾和鸡翅的新吃法 简单的给鸡翅去个骨 虾剁成虾泥用裱花袋挤到鸡翅的中间去 苹果片蒜泥还有灵魂可乐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 腌制个30分钟入味 烤下180度烤20分钟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喝的 提前泡好的紫米先煮至粘稠 加入红糖倒入牛奶 糯糯的紫米加上香甜的牛奶 这一杯你可一定要试一试 及时别急着吃刷上蜂蜜 再复烤5分钟 瞧瞧这麦像像是会发光一样 一口一个完全不用担心会吃到骨头 嫩滑的鸡翅外衣包裹着Q弹的虾滑 快做给娘儿的人吃吧 有的时候忙碌了一整天 就想做点简单又好吃的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剁椒和包蛋 切点蒜末加点青红椒 用油滋一下香气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铺上煎好的荷包蛋 淋上调好的料汁 再用海苔和芝麻增加一点香气 在机场陆路的网上 来上一大口热腾腾的米饭 快做给娘儿的人吃吧 好 好 啊 好